我們大概就已經把資料給抓取下來了 所以抓下來的資料就長這樣 但是會有另外一個衍生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個地方很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它的格式好像跟那個網頁上面的不太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佳運股它主要的地方是說 它這個年度是放在這個地方跨欄之中 然後呢1月份剛好跨幾個呢 跨四個欄位 2月份也是跨四個欄位 有沒有 3月份也是跨四個欄位 那變成說如果我今天下載下來之後 因為它沒有下載資料的時候 沒有所謂的跨欄之中的概念 所以變成怎麼樣 我如果要自己把它補上去的話 該怎麼補 所以其實它幾個地方很簡單 第一個 把1月份的把它 這邊再把它插入四個空白的 也就是說我今天 假設我今天1月有沒有 1、2、3月 那不對啊 應該是1月在這邊對這四個 2月對這四個 3月對這四個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這邊怎麼辦呢 其實你有個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程式不會寫 你可以用什麼 錄字聚齊就好了 那錄哪些聚齊 把1月份後面 後面插入三個空白的儲存格 那怎麼插入啊 很簡單嘛 選取這三個嘛 然後按右鍵 插入 然後呢 它會問你說 你的儲存格是要向下還是向右 當然是向右啦 所以把它現有儲存向右嘛 有沒有 然後這三個 按右鍵 插入 向右嘛 OK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邊插入三個 這邊再插入三個 然後 這邊呢 這個要把它往右起吧 因為好像黏入有沒有 黏入在哪裡 黏入在這裡啊 開盤 它變成開盤 位置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就是在開盤這個地方 也在按右鍵 插入一個什麼 空白的儲存格 然後怎麼樣 向右移動就好了 有沒有 把它擠到右邊去 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好啦 基本上 當然其他你要再合併儲存格 那可以再另外 可是你想說這樣怎麼做 程式如何寫 其實我跟各位講 啊 啊 用這個Excel的好處是 你不然又突發鏈 要不然你如果經常信的話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錄製聚集嘛 像剛剛我們不是有把它 把這個動作做一遍之後 錄製聚集 那錄完之後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喔 我有把錄完的結果 放在雲端上面 那第一步的話 就選取什麼 Range C1到E1 因為其實主要是 我剛剛做的動作 我把它再 再把這邊縮小一點點 有沒有 C1到E1 我剛剛做什麼 按右鍵 插入什麼 一個儲存格 向右 那錄下來的程式 基本上就長這樣 第一個 它先select 這三個 有沒有 這這個 然後呢 select之後的話 會有一個selection selection 插入的話 就是insert 那向右的話呢 然後就shift的冒號 等於什麼 xl to run 那要不要 copy origin 要不要 這個 複製 沒有啦 所以後面這個 其實這個語法 應該可以把它砍掉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錄下來之後 不就1 2 3 這三個動作就OK了 應該是插入一個 二月份才插入這個 所以這一段的話 是這裡 G1到I1 有沒有insert 甚至其實也不用 你可以上面 會的話 其實自己再把它複製貼過來 在A2的地方有沒有 insert就這裡 所以喔 這個做完之後 其實就有程式啦 所以喔 你可以把這三 這個錄完的程式有沒有 把這個 直接呢 弄一個sub 然後用call的方法 或者是把這個程式 貼到底下也可以啦 我的習慣是這個 把這一段有沒有 Ctrl C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剛剛的程式的下方 這裡 那我建議是 這個sub 因為你錄製的話 應該是會在另外一個模組 你可以把它call到底下 那將來的話 你用call就可以 call什麼 後面它這個sub 後面的名稱 什麼名稱呢 插入空白儲存格聚集 就這樣子 OK 這樣子的話 就大功告成了 也就是喔 如果你 後面假設還有一些格式不會的話 我覺得喔 利用那個VBA的好處是 錄製聚集 不會寫沒關係 那這樣就差很多啦 不然的話 你說 使用Python的話 有什麼差別 其實第一個啦 Python裡面沒有Excel 所以你資料放哪裡 放資料庫吧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還要再移到Excel來什麼 你再用Pandas 再會出 然後第三個的話 如果你要再修改格式的話 哇 那又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 你不如直接在這邊做就好了嘛 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樣啊 而且反而更簡單 那為什麼不在這裡做一做就好了 OK 所以有些東西啦 就是盡量的話 你在選擇工具的時候 盡量不要自找麻煩 好 最後做完之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把它Run一下 所以 剛剛的這個地方做完之後 我一樣呢 讓它再去 再去跑一下 所以這個 這個程式 做完 最後做完的話 把它這個 轉一下 F8 清除掉 然後一樣去下載 讓它等5秒鐘 然後呢 再去抓取 OK 然後再去抓這裡面的資料 抓完資料之後的話 我這邊先設個中段點 讓它全部跑完 好 跑完之後 剛剛的東西 有沒有 我這邊還沒改 我可以先錄製聚集之後 然後讓它執行 有沒有這邊 這兩行 就這個 這兩行 就這個 其實你不會寫沒關係 錄製就好了 這邊插入一個空白的 OK 好 這樣的話 就大功告成 OK 所以喔 以後不會寫的話 可以錄製 另外的話 順便講一下 因為 一般我的習慣是 我看到 錄製的結果 程式 比較冗長 我就忍不住 我就要把它縮短 那你想說 這個地方還可以怎麼縮短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簡化 以後我看到 Select 跟Selection 的話 其實Select 其實可以放一行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指的那個東西 Select 指的是那個東西 它就是 有沒有 它就多一個 物件 叫Selection 那你不如怎麼樣 直接 可以把Select 跟Selection刪掉 中間留一個點號就好了 意思就是它 就它了 那你不要是 我先指它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之後 再說就是它 那是太麻煩了吧 OK 就直接就它就對了 所以以後 如果你要簡化程式的話 以後的話就是 不用Select 之後多一個Selection 你就是什麼 直接那個Range就對了 針對那個Range 去做什麼事情 就不用 那為什麼你想說 那為什麼還多再多 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們錄製劇集的時候 是用滑鼠 那滑鼠不是會點嗎 所以它是把你那個 點擊的動作錄下來了 OK 所以 主要的原因 應該跟滑鼠有關係 但是如果你一般 在自己寫程式的時候 你是不用考慮這一點 直接那個Range就好了嘛 OK 所以以後的話 可以這樣把它改寫 OK 所以你會發現 本來六行的話 馬上就變成只有三行了 有沒有 這樣應該簡化很多 第二個的話 一般呢 如果你這個音色後面 冒號等於這個 其實如果按照順序 給它的參數的話 Shift冒號等於這個是可以刪掉的喔 OK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你不想這麼麻煩的話 有沒有 這個 這個Shift冒號等於 如果是按照順序 給它的參數的話 那這個是可以不用的 那這樣程式感覺又更清爽一點點 因為我的習慣是這樣 程式能夠越少越好 看起來才會比較清爽 不然的話 有些時候 程式多了一大堆 感覺就看起來就覺得很 心情就會受到影響 那當然越少越好 程式越短越好 OK 大概可以改成這樣 執行會不會有問題 基本上應該沒有問題 結果都是一樣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第一個就是 錄製聚席之後 再把它加到這個底下來 OK 第一個 然後可以把程式清簡 第二個的話 剛剛有沒有看到 其實呢 我們剛剛是用Fy那個Table 在第幾個位置 可是因為這個Table裡面的數量太多了 有26個 那我們算一下 是剛好第18個 18-1剛好第17 17編號在第17 可是各位有沒有看到 除了說你可以用什麼 抓那個 抓那個 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個By 它的那個ID之外 可是問題 它沒有ID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要用ID的話 也不要用什麼 用那個TagName的話 其實後面是有一個叫Class 所以 Class後面有沒有 冒號 等於 雙以號 也就是它有個 ClassName 所以 其實這順便教各位 另外一招 很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把 那個什麼呢 GetElements 剛剛是ByTagName 你可以把它改成ByClassName 剛剛是TagName 現在改成ClassName的話 其實又是另外一種抓的方法 因為為什麼 因為ClassName有的時候比較少 有的時候可能只有一個 可能像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只有四個五個 一定是比較少 那怎麼知道它有幾個ClassName 我的做法一樣 第一步的話 OK 就是 先把它後面的ClassName 點兩下 有沒有 那把它怎麼樣 把它複製 貼到 Ctrl-C有沒有 一樣嘛 Ctrl-F C就是複製 Ctrl-F就是尋找 所以這些都很重要的招 你想說老師 這些招書上有講 我跟你講 書上絕對不會講 而且這個有時候書上怎麼講 而且有些是個人的秘技 OK 每個人的用法不一樣 那我是把我覺得 我自己試過之後 最簡單的方法直接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你們每個人 都可以變成爬蟲高手 對 以後的話你們在工作上 有非常好表現的話 那人家會問說 哇 你為什麼這麼厲害 那你可以告訴他說 因為我是上吳老師的課 OK 這樣 好啦 沒有啦 只是這樣想想而已 OK 那一樣的道理 Ctrl-F對不對 尋找這個就跳下來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再Ctrl-V貼上 或者是它好像會自動帶下來 那你會發現 它這個class的名稱總共有幾個 一樣喔 有沒有 總共有五個 那我們要的那個在第幾個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再尋找一下 發現一下 這個 這個是我們要的 往上看一下 這個是第三劑 往上 所以第一個是在 這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我們要的 就是這個 第一劑 所以基本上它的數字2 不過要-1 因為從0開始 所以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 除了用剛剛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把這個複字貼過來之後 把它的原來 th有沒有 tag 標籤有沒有 改另外一個名稱叫 by class 有沒有 class name 然後呢 後面的部分的話 就是把它的那個 class的名稱 就這個名稱 貼到這裡面來 告訴他說我要第幾個 這樣的結果 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多一招 所以如果你要抓網頁上面的資料 總共就可以有三招 第一招 by tag name 第二招 by ID 我剛剛講的 不過ID不是每個都有 沒有怎麼辦 第三招 可以by class name OK 夠用 不過就是說 如果你什麼都不會 你第一招很重要 tag name 就好了 其實tag name 一招也可以打遍天下了 只是麻煩就是你每次都要再算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只是麻煩一點 但是可不可以做出來 可以 所以如果你不想記那麼多招的話 你就一招就好了 所以為什麼人家就直拳 一招 每次都一招 OK 那也是可以打 對 只是說沒有變化 很快就被四處破綻了 對OK 所以大概三招 那 這三個最大的差別是那個 如果 by class name 跟 by class name 跟tag name 的話 這邊一定要加s 為什麼 因為它回來的東西一定是 可能是複數的 也可能是單數的 但是ID的話 一定不會是複數 ID喔 就是什麼 就是編號 就像你的身份證字號 絕對不會有重複 所以不能 一定不會有s OK 想說 老師那你怎麼知道這些方法 這些招呢 其實跟各位講 我都會去找一手資料 因為我甚至會把那個 放在第四個單元 我好像有列出來 在這邊吧 相關參考資料 其實還有更多 我只是說 幫各位做個整理 W3School 有沒有 這裡面就有了 W3School 裡面就有教你怎麼做了 它這個東西 就是叫HTML DOM 就是Document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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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看到 GetElement Elements 就是這個東西 裡面的話 每一個都它的元素 Upture 裡面的話 有所謂的 屬性 Properties 跟它的Mensors 那我們剛剛那三個都是Mensors 就是方法 所以我就從裡面找到答案了 OK 如果你還要想要知道更多 裡面一堆啦 但是 這是 還要再自己去刷一下 OK 太多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 主要就是說 第一個 第一個 錄製劇 OK 加在這裡 第二個的話 可以把剛剛的 ByTagName 改成ByClassName OK 試試看 兩個重點 錄製劇 與修改 跟 ByTagName 改成ByClassName 好